中国大陆五一长假 各地旅游人潮暴增 黄山风景区当局 不鼓励旅客滞留 多方劝导 仍有许多人想方设法 留下等着看日出 根据中国大陆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预计今年境内的出游人次 旅游消费入出境旅游人数 将分别恢复到2019年的85% 75%和40% 各大高铁车票基本全抢没了 想去北京没票 想去上海没票 工作人员忙着用大声工 呼吁大家遵守秩序 万里长城上 一天之内涌入超过1.4万人 好像听说是巴达里那边人比较多 但是我今天来牧田域以后 人也是非常非常多 不止内地旅游景点夯 澳门也涌入大批人潮 大家看一下大三八这个普世建筑 对 然后也感受一下澳门当地的美食 当地政府统计 廉价前两天 每天都有超过10万名游客 各景区人潮恢复 吃喝住宿价格全飞涨 有人形容这是史上最贵五一假期 心疼荷包大失险 大新闻李育方编译